想要跟確認一下大家的滑行的姿勢 所以可以請大家站起來一下 你們先做一個你們一般在滑行的時候的站姿 蹲姿 站姿給我們看一下 你們現在還在滑行的時候 好 OK 啊 スキーはすごく特殊で まずこうやってパラレルといって スタンスをこう構えるところからだんだん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る これはない OK 那我們在滑行的時候 我們姿勢當然一開始是一個八字型的姿勢 兩個H壓制 再來慢慢靠近 慢慢靠近 是一個平行的姿勢 可是不可能會有人站成這樣的姿勢 普段日常は 普段日常は あの こうなってる人がほとんど 何人はこう こう考えるのが普通 那我們一般的站姿當然正常 自然就會 だから スキーを履いてガチャってやったら まずこうやって こうか ここまで まずこう 足をこうやって ステップに こ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 足を 押し止めないと スキースタンス そういうふうに 一般身体的結構 站姿的話 正常来講 都是 會有一點點的外八 可是 我們在滑スキー 不可能會有這樣的姿勢 所以我們剛開始初學スキー的時候 一定會強迫自己站成内八 先從這裡開始 如果這裡做不到的話 沒有辦法回到 兩肢平行的姿勢 因為身體結構有關係 那今のアイデアで もう一回 もう一回 タンパイト OK 那我們現在再回到 我們的 平常在滑雪的站姿 OK いいですね まず スキーは この動きが 難しいので 始め 最初のスタートは スキーが 重なったり こうなっちゃったり ミスなスモードで出ちゃう OK 那我們在 スキー初学的時候 很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希望 把這個八字做出來 可是通常都會做過頭 所以等於 スキー 會交叉 那當然 可能要把它分開 又太用力了 它又張開了 這個姿勢 在初學的時候 是非常 非常難控制的 でも今のそのアイデア 知識が 今のこれを知るだけで もう上手くなる OK 那 如果你現在在平地上 多練習這樣的姿勢 讓你自己的控制 能力 可以更精準的話 你的技術 你在雪地上的技術提升 會更容易 簡単ですよ 簡単ですよ 現在做這個動作 應該說 很簡單嘛 普段からちょっとこういう 那平常的時候 在平地的時候 或是在自己家裡 看電視 煮飯炒菜之後 可以練習一下這個 腳的活動 把你的腳的活動做大 控制做大 OK 那這個八字的移動 跟左右的移動 平行的左右移動 這個都是在平地上的一個練習 これ これは こうやって こうやってやると グッと オーケー できれば こういう風に こうできますか こうやって カントー カドスケ カントー 現在我們剛才做到平行的是 平面的轉彎 那如果可以 大家可以試試看 把一個H 翹起來的姿勢 你只有H 的方面 而不是只有橫線的轉彎 先變成3D 的 那你的外角 是你的 那個 腳的內側 那你的內角 是你的腳的外側 接觸地面 把你的腳 這是我們的腳底 變成這樣子 跟這樣子 那這樣的練習 很 對你之後在雪地上的滑行的幫助非常大 因為在平地上面的練習 如果我們都做不到 在雪地上就不可能做得到 OK 這個希望 這個練習是在我們很簡單 不需要任何道具都可以練習 OK 對 就這樣做 こう作異章 這是 怪我王 深刻 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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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被扮擦 所以 頭部身體 部身體 膝蓋 不會被扮擦 上去 膝蓋 膝蓋 不會被扮擦 在姿勢 膝蓋 不會被扮擦 到最重要的 中間 方法 有一個注意 有一個注意 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動作 其實你的膝蓋是不動的 你不要用你的膝蓋去壓 因為這樣如果開始滑雪的時候 你的膝蓋很容易受傷 膝蓋是固定住的 我們是用我們的腰 我們用我們的下半身這個鎖鎖去轉 而不是用這裡的力量去沒有這個上下的動作 而是把你的膝蓋固定好去做這樣的動作 你膝蓋的高度是沒有變的 但是你的腳是有變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膝蓋內側兩個不要接觸到 它是分開的 是有距離的 不要壓過頭變成這一個右邊膝蓋去靠到左邊膝蓋 要注意 它的距離是固定的 肩距是固定的 然後你的腰的位置是固定的 OK OK 我們試著用腳跟 只有腳跟在轉就好了 我們試一下動作 把你跟前膝蓋踩著 腳跟去旋轉 腳跟去旋轉 OK 那這個動作主要會使用在 就是說我們要減速 其實它是一個煞車的 我們用腳跟去移動 把板子變成橫下 有一點side sleeping 讓它速度可以減低 就是會用到這時候動作發時 把身體把你的腳跟為 變成旋轉的頭 OK 那如果這個是併腿轉的時候 當然是用兩側一起轉 可是如果你在做八隻的時候 兩隻腳是向外翻 那就是用你的腳跟往外翻 去做煞車 好玩 OK OK 跟著 現在 小心 這是一個馬開始 這是一種馬上的 是 每天盤都可以用這爛 對 對 其實等同時 甩enda 從 我們一般的站姿的話 我們正常沒有穿在Ski Boots裡面站姿 當然我們可以站得很直 那只是Ski Boots 它是有往前傾的角度 那一般的Ski Boots 大概就是17到19度 可是如果是Racing Boots的話 它的角度會更斜 Curving position is 19度 那我們在做Curving的動作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這個傾斜的角度是19度 那你如果超過少於19度 就是太彎了變成17 18 16 太彎的時候 它的那個力量會被縮減 所以用Curving需要很大的力量給學綁 可以學綁 可踩 可踩 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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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棚 可以 親指 Muchas ski 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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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測試一下 我們在原地小小跳一下 站下來之後 這時候就是全部的力量 全腳掌的力量 要去站在地上 就不會是偏帶後面或偏帶前面 你原地跳回來 你就會落在一個均等 重力均等的位置 扶的力量很強 我們平常站的時候 找到站的力量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正常滑行的時候 我們的重力應該是在我們那個 拇指後面的那一塊肉 就是前腳掌的那個區域 腳趾頭後面那一塊 那個重力應該在那裡 那你如果你不知道你現在的重心在哪裡 原地跳一下 就很容易找到那一塊重力 重力點 重力點 重力點